這是菲律賓,但菲律賓也很多 到底她那一刻的時空去了哪裡 又或者是鬼陰眼 為何鬼陰眼會打到那裡 對,很流行鬼陰眼 我也試過鬼陰眼的事件 是甚麼 不是我的鬼陰眼 是我坐的士司機的鬼陰眼 甚麼事 話說我當時拍攝… 不知道大家記得有宗案很轟動 就是把人頭割在公仔裡 記得… 那個… 我負責拍攝這部電影 我是被人殺的那個 是…你做過的 然後我特意… 其實在拍攝之前 拍攝之前,我也誠心地上香 跟死者說 打扮 不好意思,我只是拍攝而已 然後…第一天開過 我也記得的 坐過海的士 是過海的士,我從我家搭過海的士 說的地址 其實是借了紅磡… 不知道是土耳環,隨便 但一個舊樓就當作是延長的樓 因為他延長的真實也很舊 很殘忍 假扮,雖然有另一組戲 但真的拍攝 好的 也是很糟糕的 但我去這裡,借了別人的舊樓 坐的士,上車說完地址 那邊的士司機說,好,好 然後過海… 很久了,我覺得挺久了 因為你看看天光拍攝07 即度吧 過海很快到 我看見很久了 我說為何還未到 她來去也去不到 然後她怎麼回答我 為何會來這裡 她突然問自己 我甚麼意思 為何會來這裡 對不起…我走錯路 沒有了,我又去走錯路 你記得當時身處在哪裡嗎 不懂,因為我不太懂 不懂得流,好… 但因為以我的計算時間 如果你去土瓜灣 你過了海,其實很快 去土瓜灣 其實很快 10分鐘左右 對,10分鐘左右 因為我在銅鑼灣出發 其實15分鐘甚麼都到 她過了15分鐘,所以才問她 於是那裡,我想再遠一點 遠一個地址站左右 然後她回頭 她自己在這裡轉頭 她問她為何會走到這裡 然後我沒事了 我說不要緊… 快點去吧… 對,我去吧,好 那天拍攝,沒事的 翌日又開零七 我又乘的士 但不是那些司機 是另一個司機 因為上了車 如是者又說我的地址 然後又開車 比昨天那位更久 更久 然後我說 不好意思,司機 其實你認識路嗎? 他又說了一句說話 不好意思 為什麼我會來這裡? 我告訴你,是一模一樣的對白 然後我開始害怕 我說不是吧? 我說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我整天說,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他說不是 他說你說過地址,我認識路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去這裡 我說對不起… 他說對不起… 我說對不起 於是便會繞取路 然後繞取路 最後能繞取路 只不過比之前那次 更長時間更久 重來和兩個不同司機 很明顯是不同的司機 都說同樣這話 的士司機繞路這個問題 也是相當嚴重的 但他不是這樣的 不是這樣的 是嗎 我承認你這個問題 是嗎 是嗎 但我覺得這次不是 你覺得這兩次的士司機不是這樣 如果要繞路是這麼好的 是值得吧,而且兩位是一樣的 好 兩個跟誰是師傅的 集團式的士繞路的問題 又說要問… 要問寶惠,你乘的那輛 是否九龍車還是香港車 也沒關係 是那裡的士站 好…即是有問題… 會令他像鬼陰眼一樣 不知道自己去哪裡 鬼陰眼也不錯 好,另外繼續 除了翁小姐、翁龍小姐 以及你的士的鬼陰眼… 有個… 沒有,你收回我原價,很好的 有個酒吧的故事 對… 甚麼事 酒吧是最近的 我去找一個朋友 半夜三時多 是甚麼人 對 這種人都叫我去 真的不知道是甚麼人 你們這些朋友… 好吧,其實我去醉醉地 我去看看他有沒有事 去到…喝杯吧,就喝吧 我點了一杯… 不知道… 總之是一個S字頭的啤酒 那個啤酒有一個特定的杯 就是一個雪糕杯 我點了一杯的腳是高高的 粗粗的 好… 總之我要重視一下 他的腳是手指那麼粗的 好,大家乾杯吧 還有朋友說乾杯… 那杯的腳分離了,脫了腳 我不知道大家有否試過 我不知道你們有否多人喝啤酒 我從來沒試過這款啤酒杯 每隻腳會這樣脫掉 基本上是一件很困難的 這件事就當巧合吧 對,脫了,幸好我拿著杯子 但也要換吧 沒弄傷嗎 對,沒弄傷… 那就換吧,換另一杯 一模一樣的 都是啤酒,都是… 找到另一杯… 我想喝的啤酒 又是給我高腳杯 好了,乾杯 油膽? 我剛才想喝 我幸好看到… 幸好我沒有醉 我看到整個杯邊崩了一塊 如果我再接近一點,會戒嘴 戒口… 然後我看著 然後我跟朋友說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我一定有東西 有東西 怎麼會沒有東西 怎麼會沒有東西? 你想想,兩個相同的啤酒杯 攪拌成這樣,對嗎 對,有可能才可以 而且那杯是很硬的 你有甚麼感應?有甚麼不舒服嗎 有… 尖黃尖凍的東西 不用尖黃尖凍的 有時候不是… 尖黃尖凍的不是唯一 有一個感應的科目 明白,但你的感應… 這樣才有感應 你的敏感 這樣是難怪 我會走的… 還有嗎… 不…我走了之後 那你把他壓下了 有他,不用了 本來你是不是很關心他 但現在你要走 我無法關心,大哥 他也不關心我 那你… 最多連我的杯子也看不到 好 可能他已經喝了 可能他已經流血了 他扯了口,你怎麼不知道 這些人還要理會嗎 然後走… 然後走,我馬上… 我沒有找過師傅的當日 我翌日就問他這件事 他說其實是有一團很大的業力 他說不是鬼 但是業力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嗎 業力就是很多世前的所有東西 是你的東西加起來 是一個業力 但那個業力不是太善意 這樣變成很大堆 在酒吧 對… 你意思是你第二天 其實跟我…是我的事 第二天你再問師傅 你自己的師傅 對… 他就這樣說 他說你答應了已經好 他說起碼沒有傷了你 又答應了 那就隨便他 但我也挺害怕 那間酒吧在哪裡 關閉事嗎 在灣仔 不關… 不關酒吧 其實我告訴你 逢是那些地方都多 其實到處都多,哪裡不多 尤其是夜場更加多 這裡也有很多 也有的 不說吧 不打理你 不問吧 不問… 不問吧 另外一個戒指 還有小事,近幾分鐘 說有戒指的故事 戒指的故事 這麼多時間,說了幾分鐘 夠了嗎 也夠了… 說我前一陣子去廣州 我睡覺在酒店裡 我的酒店是一個老式酒店 不是老式,即是出名了很久的酒店 又再重新 但是五、六星級的還是藍色 五星級… 是漂亮的… 我跟媽媽同一間房間 因為我們去親戚擺酒 請喝,然後就睡覺了 夜間床… 因為我全晚睡不到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是不失眠的人 又來了… 對,我是不失眠的人 可能我擔心我媽媽 我怕媽媽又冷,冷氣又怎樣 她又要起床上廁所 起床上喝水 所以整件事總共我沒有睡 我會睡到,然後睜開眼睛 光光,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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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間,在我媽媽去廁所的按鈕 我聽到三把男人的聲音 大家在說話,聊天 你們聽的時候 是覺得在門外,全都在旁邊的房間 不是…在這邊的房間 在我的頭部 類似我附近的位置… 但很清楚的,很像收音機的聲音 肯定在房間裡面 肯定… 肯定在房間裡面 因為很近,很近的聲音 三個男人在說話 說什麼話 我夠時間嗎? 可以… 說廣東話… 因為可能我去了廣州 廣州話? 然後呢 你在說什麼? 原來三個在研究我的戒指 我脫掉戒指,放在床頭上 我聽到其中一個 是這裡嗎? 然後另一個在這裡回答 是哪個? 哪個?我本來不知道她說什麼 她說是哪個? 然後另一個噁聲的女兒 很明顯是三把聲 然後我開始… 我心想死了,又你… 難怪我睡不著 我說,別洗手搞我的藝術 不要搞,走 有 你說出來的 我說不出來,就是這樣 我本來清醒,整個人動作沒事 我一聽… 一有她說完,我想回答她 我整個人不能動作 一聲都不能動作 我唯有在心裡說 我整個人變硬了 我唯一擔心死了 我不知道弄了多久 因為我媽媽知道嚇死她 幸好整個人不能動作 不能動作 我估計大概兩分鐘左右 然後立刻鬆開 然後再聽不到她的聲音 但媽媽已經去完洗手間了嗎 VV完嗎 VV完… 她出來了 兩分鐘左右 她沒事的,她不會感覺到 我有甚麼東西 但她出來看見你,有甚麼不同 沒有… 你沒有整個人搭起了嗎 沒有… 你平靜的 這些是拍戲才能反映 但你是平靜的 我平靜的… 而且我再看一看 那些戒指 還聽到那個三毛男人說甚麼 沒有,立刻就… 但你聽到這幾句了 對,立刻消失了 很清楚 很清楚 因為當時我還有一隻戒指 是有六字大明咒的 我想她不能夠接近 但那隻戒指我分間後 後來那隻戒指也不見了 是 現在不見了 那隻戒指也不見了 即是說回來香港之後 後來香港就不見了 對… 但當時她不知道 她應該不能夠接近 我覺得她是偷我的這隻 這隻是戒指的 這隻是甚麼 我想到她是偷的 這隻戒指的都是水晶 但有些能量 我覺得她是偷我的這隻 但可能因為那隻六字大明咒 她不能夠接近 那有否因為這件事 打給師傅問問發生甚麼事 我沒有,我只知道甚麼事 她想做我的事而已 這些很可憐 那這三位朋友是在當地 不是跟著你,還是怎樣 不是跟著的… 即是在那裡的 是… 在酒店房間,酒店多的士 這些不是巧合的吧 這些不是巧合的 不是乘的士不巧合的 不是兜路… 這些是酒店多的士 下次再上來說酒店的故事 好 謝謝你 謝謝… 謝謝…